港澳辦主任黃光雅訪港第二天的行程 包括由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以及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嘉陪同參觀港交所 香港經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跟內地關係太密切了 黃光雅又獲贈編號1283的出市代表背心 黃光雅跟著由曾俊華 以及中聯辦副主任李剛陪同轉去金管局參觀 金管局總裁陳德林迎接 由記者問黃光雅對下屆特首人選的看法 陳德林向黃光雅介紹維港兩岸的轉變 又贈送10元紙幣以作紀念 香港公民電視記者廖靜萬報導